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你看我这个枕头 这个如果用一般的枕头会太高 那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脊椎呢 脊椎跟头之间有一个落差 就是薄薄的一点点而已 在我们去那个路恩浩老师那边上 上瑜伽课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很薄的 很薄的一个 那个垫子放在头上 好像还比这个更低一点 大概就是 就是不要用你正常的枕头 就是一个薄薄的东西 就是这个就是让你的头跟脊椎 在一个水平上 所以是一个薄薄的东西 刚刚讲到那里 完了以后 完了以后我做什么 我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把我的头呢 放下来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每一根的脖子 你需要搞清楚自己有没有高血压 最好是先去量一下你这血压 你如果血压 有高血压的这个动作可能不太适合 可能不太好 那你可以这样 先一点点 然后再多一点 那你那样可以的话 多一点 如果这样觉得OK 手伸直 那这个如果可以的话 手可以拿 拿两个宝特瓶里面装水 就增加力道 不过一般的话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你觉得OK的时候 就再多一点 慢慢探测 探视你自己的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对你来说太危险 你就不要做到这么 那我就是做到这样 然后我的手呢 就压在底下 哇 那这时候呢 我是因为早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大概四点多就行了 我是盖着棉被的 所以我这些 做这些动作 都是盖着棉被做的 然后这个手 做的时间呢 是看你自己 那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像我的话 我就抓着 我床上有一些垫 所以我就这样抓着 或者说你这样扭一扭 就可以扭上来了 左边扭扭着 就可以上来 这一定要很小心 如果你弄不到那么多的话 你就一点点就好 你看你能到多少就到多少 这个是这个头部的部分 那我通常因为 双人床门两根岁 我不可能是这个姿势 我通常都是在 把头放在床尾巴 因为现在这个床尾巴有 有一个阻拦 所以有一个围栏 所以没有办法再从那 那腿也是一样 腿就是让它这样垂下去 拉这里的筋 这里比较靠 已经靠墙了 没办法 否则的话是脚伸直 现在没有办法 第一床太高 它太矮了 OK 那我上面就是盖着棉被 做完这个 还有一个动作 现在我做的这个动作 是一股式咬法的动作 就是这样 做好 然后把手放上来 那做这样呢 还可以 一定要把手往前 伸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把它伸直了 那就是休息 除了这个动作 我还是做这样的动作 脚上真的是很忙 然后你看我的身体 就是这个 就是让这个胸椎 胸部挺出来 凹进去 上来 就是锻炼这个地方 上来 下去 上来 下去 上来 下去 还有呢 除了这个 这个胸部的骨头 给它 这样 给它凹以外 还有 就这不动 就是动我的肩膀 是让肩膀正转 或者是说 你看我手 放着 就是转我的肩膀 是让肩膀正转 手不要用力 然后往后往前 转这个肩膀 因为转这个肩膀 它会带动胸骨 因为我的脊椎有侧弯 我去做这个动作 让那个胸骨 它有动作 它可以这样 这样做 做这个动作 可能要做起来 你可以把棉被包好 就是这个手呢 绕着耳朵 这样做 就是 以这个肩膀 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反过来 你这在哪里 你要不要来 OK OK 差不多了 我看看还有什么 没有讲到 我就是做这样的动作 这个就是 做得 看得比较清楚 就是 这个手呢 不要用力 就是这样 往前 往后 往前 往后 往前 往后 往前 这个运动呢 对 练蝶式 很有帮助 我发现 我用了这个动作以后 我这个蝶式 现在 游得越来越 越没有压力 描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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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 你看 这样 出去 描不起 所以这个动作 对 对 对 游蝶式 非常帮助 非常帮 如果你 可以 可以 做得很顺的时候 这跟手没有关系 你看 那就是 手是 另外 所以 你绝对 不要用到手 就是练这个 这个是胸 胸骨 胸骨跟腰骨 的动作 你看 上伸 腰 上伸 胸骨 腰骨 这样 好 还有一个动作 也可以介绍给各位 就是 这样 这好像是瑜伽 对 这是瑜伽动作 对 他就是往下了以后 往前拉 上来 对 往前拉 上来 往前拉 对 真的不错 这个动作 我觉得对 这个 这个 脊椎 拉 这个脊椎 落到脊椎的动作 好了吗 好了吗 OK 对 对 对